第991章下足了血本 龙千也现在已经被神魔气息侵蚀的比较厉害了 而他又进入了败者组 必须要去寿王丛林经兽第二进程的试炼 到时候在试炼之中一定会与人发生厮杀 如若他斩杀更多的人 无疑就会加重神魔气息的侵蚀 到时候被这四大超级宗门的长老察觉出来可就遭殃了 所以要想保证龙千也的性命 凌云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龙千也一起进入寿王丛林 然后找机会利用静魔九爵帮其进化神魔气息 恰恰这土耗的挑衅 以及拿奥峰原领的性命来要挟自己 让凌云反而就更是下定了决心 所以此番认输 既算是为了感谢之前司徒长空帮过自己 也算是保证奥峰原领和龙千也的性命安危 同时也是为了斩杀土耗 这土耗一直想要置自己于死地 那凌云就让他知道最后到底谁死谁活 听见凌云冷冷的话语 土耗之前还因笑着的表情瞬间就僵硬了下来 他也没有想到凌云竟然做出这等疯狂的举动 就因为自己说要在失恋之中杀老奥峰原领 真是一个白痴 但转念一想 土耗却又笑了起来 而且笑得比之前还要灿烂 比之前还要得意 这不就是他所希望的结果吗 凌云跟他一起试炼 到时候不也就是他动手斩杀凌云的最好时机 土耗就不相信 以自己现在真武进四重中期的实力 还真的无法对付凌云这个臭小子了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闯 这一次可是你自己自寻死路 等从临失恋开始之后 你就会明白自己这个举动有多可笑 土耗嗤之以鼻 鼻孔对着凌云得色地道 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斩杀凌云的场景了一般 那我们就走着瞧 凌云细血一笑 潇洒地朝着奥峰元岭而去 对于凌云的这番举动 奥峰元岭 贺林和问止涵也都是不解 但既然是凌云做出的决定 那他们就不会提出质疑 而且在他们三人看来 凌云就算是进入了败者组 那他也有绝对的实力从败者组脱颖而出 夺得那有限的25个名额 唯一担心的就是土耗这家伙 在丛林试炼的时候会使出什么手段了 这小子跟土耗和谭心凡都有点过节 日月神谷的鲁身眉头紧皱的向阳九道问道 其余三位长老同样露出好奇的目光看向阳九道 阳九道立即回答道 各位长老 凌云确实跟他们都有些过节 然后阳九道就将凌云和谭心凡以及土耗之间的事情都大致说了一遍 这小子还真是出生牛毒不怕虎 他直接认输 莫非是想要在那丛林之中斩杀那土耗不成 可以他的实力 我看多半被反杀才更可能吧 九尊门的复兴用一种纳闷的眼神打亮凌云 他不知道凌云到底哪来的勇气做出这等惊人之举 确切的说 但凡是换做任何一个人 也绝对干不出这等事情来才对 虽然这小子似乎有点天资 但是太不知收敛合作人了 这样的人就算是招入宗门 恐怕也会很快陨落 绝恋神宗的沈千奇也道 金风明月阁的青木则是笑咪咪地道 我倒是认为这小子很有意思 这天不怕地不怕的尽头 我非常喜欢既然你们都这么不看好他 那这小子就归我清风明月阁了 说完都不等其余人答话 青木决定先下手为强 于是纵身一跃便是直奔凌云而去 转瞬之间就拦在了凌云身前 一脸笑呵呵地望着凌云 如同在看一道可口的美食一般 见到青木这番行动 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不由自主地 朝着凌云这边转移了过来 一个个都是纷纷好奇 青木长老这是要做什么 你叫做凌云 青木和善地问道 见到青木 凌云一脸地不解 但还是客气地朝着青木拱了拱手 小子却是凌云 不知长老有何吩咐 青木念上笑容更甚 摆了摆手道 本长老并非是要吩咐你什么 而只是想要问一问你 可否有兴趣加入我清风明月阁 只要你加入我清风明月阁 我清风明月阁以后一定会重点培育你 原来他是前来拉拢凌云的 之前凌云战胜了被震天 却不见一个人拉拢 现在自己认输反而让这青木生出了拉拢之意 这倒是让凌云都有些意外了 见到凌云没有立即回答 青木又补充道 只要你答应 你从现在开始就不用参加九州大比了 可以直接算作是我清风明月阁的弟子 如若有任何人想要欺负你 本长老都可以马上替你做主 青木之所以如此着急想要让凌云加入清风明月阁 可以说是看中了凌云的天赋和战力 光是凌云能够以真五金二重就战胜四重的事迹 以及他此籍九阶的天赋 就算是收入宗门之内 宗门之内也绝对不会 有任何意见的 但让他如此行动 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凌云的那把剑 之前凌云跟被震天交手的时候 所拿出的那把乾坤古剑 让同样是爱剑之人的青木颇为喜欢 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那把剑决非凡品 但之前他没有着急表态 是生怕其余三人会跟着他一起抢夺凌云 但现在凌云做出这等举动 其余三名长老都对凌云评价不高 而且青木得知凌云跟土浩和谭心凡都有着很大的过节 那他就忍不住直接出 走了 他认为凌云现在一定需要一棵大树庇护自己 让他能够躲过土浩和谭心凡的杀戮 所以他刚刚一开口就说 只要凌云加入青锋明月阁 有任何人想要欺负凌云 他都可以直接替凌云做主 这就是对症下药 他很有把握这凌云一定会直接答应下来 等凌云真的加入青锋明月阁后 他就会温水煮青蛙 想办法将凌云手中的那把剑弄到自己手中 但凌云却还是沉默了好一会儿 没有答应青木 剑撞 青木眉头微微皱了皱 再度补充道 你还有什么要求 也尽管跟本长老说 只要本长老能够满足你 都一定会尽量满足你 可以说 这青木是下足了血本了 毕竟宗门虽然让他来挑选弟子 但却没有赋予他这么大的权利 让弟子想要什么就给什么 青木心想自己都这么说了 凌云应该是跑不掉了吧 当然青木万万没想到的是 凌云下一刻就果断摇了摇头 多谢长老台爱 但弟子对青锋明月阁并不感兴趣 第992章从林试炼 凌云拒绝了 对青锋明月阁不感兴趣 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凌云绝对不会加入四大超级宗门的 青锋明月阁 这小子脑袋里到底在想什么 青锋明月阁可是四大超级宗门之一啊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可以进去的小势力 这里不知道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要挤进去 但他却直接拒绝了 所有人都是不禁一阵无语 这小子是不是说错了 还是我听错了 我的老天爷啊 这小子疯了吗 哪怕就算你不喜欢青锋明月阁 你也不用拒绝的这么直白吧 你让青木长老的脸面往哪搁 这不是百明了跟青木长老过不去吗 就算现在不想去 那也可以说先考虑一下啊 如若其余三个超级宗门都不邀请他 到时候他至少也还有一条后路 现在后路没有 还得罪了青木长老 简直就是白痴 所有人都对凌云无法理解 直接认输进入败者族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拒绝青锋明月阁 所有人心底都想要骂娘了 维持自己在圣者族的机会你不要给我们啊 进入青锋明月阁的机会你不要也给我们啊 莫非你认为我们青锋明月阁庙太小 还容不下你吗 青木的脸色立即就黑了下来 这小子也太不识去了 如若他就这么忍气吞声了 他和青锋明月阁的颜面就真的扫地了 凌云微微一笑 青木长老严重了 只不过是我心有所属 所以跟青锋明月阁无缘罢了 讲必青锋明月阁这等首屈一指的大宗门 还没有容许他人做出自己决定的气度吧 凌云这话说的既客气又不客气 一时监禁让青木有一丝哑然 他追究凌云 那就确实显得自己和青锋明月阁没有度量 可不追究 自己和青锋明月阁同样会让人耻笑 如若长老还没有其余的事情 那弟子就先行退下了 凌云再度朝着青木拱了拱手 然后继续朝着奥峰园林走去 凌云历经两世 阅人无数 这青木是不是真诚的想要邀请自己加入青锋明月阁 凌云如若都看不出来的话 那他前世这龙武大帝可就白当了 凌云敢认定这青木绝对是有目的为之 而且还是不好的目的 对待这种人 凌云给他三分客气已经算多的了 要不是自己虎落平阳 实力已经远不如前世 必须要学会处处隐忍 否则这种人他前世的时候 绝对早就弄死了 又岂会跟他废这么多话 该死 青木心中木火横烧 凌云的做法已经让他愤怒 若是再隐忍下去 青锋明月阁堂堂四大超级宗门的名声可就真的要被他给丢尽了 所以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 翻手就是一掌 直接朝着凌云的身上拍了过去 他就是要告诉所有人 他和青锋明月阁岂是一个杂碎可以得罪的 但他的掌印还未落下 就被另一道掌印给抵挡了下来 是九尊门的父亲 青木你好歹乃青锋明月阁的长老 凌云不过是没有答应你的邀请罢了 你就对其大打出手 这若是传出去可不好听吧 复兴怪笑道 决裂神宗的长老沈千奇也立即道 青木 每个人都有自己自由选择的权利 若是不选择你们青锋明月阁 你们就要斩杀的话 那是不是也太不把我们其余三个宗门放在眼里了 最后日月神谷的长老鲁申则是直接对 刚刚因为感受到杀机而停下了脚步的凌云道 凌云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退下吧 好好准备一下 等一下迎接第二进程的寿王丛名试炼 之前复兴 沈千奇和鲁申本来还担心凌云会真的选择加入青锋明月阁 但现在看来这等担忧完全是多余的 不过他们依旧没有着急去邀请凌云 如若像青木这样被凌云拒绝了 那得多尴尬 至少就拿凌云现在所表现出来的实力 庇护一下 再好好看一看其实力和天赋是可行的 但让他们冒着丢掉脸面的风险来邀请凌云 那还没到那个点 多谢三位长老 凌云冲着鲁申三人客气拱手 这一次终于是顺利走到了奥峰园岭的身边 青木见到三位长老阻碍 就算心中有气 那也无处撒气了 于是此事不得不暂时就此作罢 经过这个插曲之后 接下来的气氛就没有那么热闹了 圣者组的比斗很快就结束了 最终只有25人留在了圣者组 凌云和奥峰园岭等25人则降级到了败者组 而败者们的战斗耗费时间要长不少 整整耗费了两个多时辰后 所有战斗才得以停止 原来败者组的100人 50个直接被淘汰 另外50人则保住了自己败者组的地位 所以败者组最后一共就有着75人 当败者组的战斗结束 败者组人员全都确定好了之后 杨九道便是指着通天秘境那一处茂密的兽王丛林道 想必大家也偶都已经看见了那座丛林 那丛林之中有着不少实力不弱的兽王 但你们的失恋并不 是去斩杀兽王 确切地说 你们这一次失恋跟那些兽王没有直接关系 现在先将你们自己的资格令牌拿出来 杨九道的话语让众人都是战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但所有人还是全都毫不犹豫将资格令牌拿了出来 就在这时 杨九道手掌一番 所有人手中的资格令牌都是光芒绽放 下一刻 那等光芒就全都暴射而出 还不等众人回过神来 那些光芒就已经突兀地顿入了其余人的身体之中 同时林云也见到 其余人的一道资格令牌上暴射而出的光芒也进入了他的体内 与他的身体融合在了一起 从现在开始 你们每个人资格令牌上的印记都在其余人身上 等失恋开始之后 你们都会被传送阵传送到兽王丛林之中的不同位置 到时候你们可以根据你们自己资格令牌对令牌印记的指引 从而找到你们的令牌印记在谁身上 通过相互斩杀 便可以让对方身上的令牌印记全都汇聚在你的身上 如若恰巧你所杀之人身体上的印记就是 你的资格令牌的印记 那你的资格令牌将再度被激活 只有在三个时辰内 将自己的资格令牌激活者 方可算通过这第二进程的试炼 第993章金翼飞龙蛇 这等试炼十分残酷和疯狂 通过的人数历年来从未超过25人 所以如若在三个时辰后 有多少人能够通过试炼 那就多少人去跟圣者组的25人角逐最后的排名站 扬久到将这第二进程的试炼内容大致说了一遍 说简单点 就是通过自己的资格令牌指引 去从其余人身上寻找自己的令牌印记 然后将其斩杀之后 那令牌印记才会回到自己的资格令牌中 重新激活自己的资格令牌 不得不说 这等试炼确实残忍 不但要时刻小心提防兽王丛林之中的兽王 还要更加提防其余人 以防他们将自己斩杀 从而抢夺你身上的令牌印记 对了 无论你是在何时将资格令牌重新激活 只要时间还没有到三个时辰 那你都必须要在丛林之中继续试炼 直到三个时辰的期限结束为止 此外 哪怕试炼开始之后 你们就算知道自己身上有这一道印记 那也不会知道这道印记到底是谁的 扬久到又补充了一句 这既是一个生存类试炼 要时刻躲避兽王和其余人的攻击 又是一个寻找类的试炼 必须要以最短的时间找到自己的令牌印记 然后将对方干掉才行 总之 这一次试炼可谓是凶险万分 但这种方法确实也非常锻炼一个人的实力 实力越强者才能够支撑到最后 实力不够恐怕早早就得死于非命 想必你们都已经清楚规则了吧 既然清楚了的话 那我现在就送你们进入寿王丛林吧 扬久到又拿出了一枚灵阵石 随着扬久到灵力灌输其中 灵阵石立即爆发出璀璨的光芒 一丝丝浓郁的真法气息便是不遗余力的从那灵阵石中蔓延出来 然后一个巨大的漩涡就出现在了所有人的面前 毫无疑问 这就是一个传送漩涡 所有人都进去吧 三个时辰的计时即刻开始 等你们进入寿王丛林后 你们手中的资格令牌自然就会指引你们去寻找拥有你令牌印记的人 扬久到振臂一呼 众多败者组的人都是心底一臣 这一刻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全都脚尖一点 身子就如同猛虎一般 掠入了那传送漩涡之中 所有人都希望好好珍惜住这个机会 无论你在丛林之中的哪一个地方 三个时辰之前 赶到丛林的中心位置 我们就在那里决一死战 你敢不敢 土昊突然走到凌云身前 对凌云恶狠狠地道 有何不敢 只怕到时候你不要像一只缩头乌龟一样缩起来就行 这正和凌云的心意 约定一个地点 至少凌云和土昊不用再浪费时间再去互相寻找了 哈哈 现在的你也只能够耍耍嘴皮子了 土昊对凌云轻面一笑 随即就直接踏入了那传送漩涡中 凌云也不再有任何犹豫 同样也进入了传送漩涡内 随着一阵天旋地转之后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间 凌云就突然发现自己已经在一处逆临之中 这里没有其余人的任何踪迹 唯有各种不断的受亡生平平传来 以至于整个周围的气氛显得非常压抑和凄凉 就在这时 凌云新陈戒指中的资格令牌一阵洞颤 凌云新生好奇 立即将其资格令牌拿了出来 便可见此时那资格令牌就像是被另外一块磁铁吸住了一般 一直想要朝着一个方向飞略而去 我的令牌印记应该就在那个方向 不知是在什么人的体内 凌云心底沉吟 她自然不希望自己的印记在龙千野和奥峰原领中的任何一个人身上 毕竟只有将对方斩杀才能够拿到光印重新激活资格令牌 当然 凌云也不希望奥峰原领和龙千野的令牌印记在自己身上 她最希望看到的是自己的令牌印记在土号身上 只有土号才是她最想要杀的人 凌云没有犹豫 立即跟着那资格令牌所指引的方向赶过去 不管自己的令牌印记在不在土号身上 目前都是要先找到自己的令牌印记再说 确保自己的令牌印记到手后 才再去中心一点的位置找土号算账 只是还未找到怀有凌云令牌印记的人 凌云却先遇到了一头四肩兽王 那是一头体型壮硕的巨蛇 身高三米 蛇身冗长 其脑袋虽然只有西瓜大小 但脑袋上却布满了精灵 那等鳞片之中不断散发着淡淡的光运 其防御能力至少相当于一箭地及防御宝器 更可怕的是他那双幽绿色的双眼 暴射出十分诡异的目光 钉在凌云的身上 让凌云竟然有种不寒而栗的感觉 此外 凌云还见到 这条巨蛇的蛇身之上赫然还有着一对薄如蝉翼的金色翅膀 野火天尊告诉凌云 这赫然正是金翼飞龙蛇 这金翼飞龙蛇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出现 算是远古时期的妖兽品种 成年的金翼飞龙蛇十分恐怖 至少相当于神武镜左右的强者 不过一般来说金翼飞龙蛇产下幼子之后 最多只能够活一年 眼前这头金翼飞龙蛇应该只是一头还未成年的幼年金翼飞龙蛇 但哪怕只是一条幼年的金翼飞龙蛇 实力都不容小觑 凌云并不想与之纠缠 整个丛林试炼一共就只有三个时辰的时间 他必须要尽快找到怀有自己令牌印记的人 拿回属于自己的印记 也必须要尽快找到龙千野 帮助龙千野净化他身上的神魔气息 还同时希望能够找到奥丰元岭 确认奥丰元岭的性命安危 最后他绝对又还要去中央位置跟土号决一死战 总之这三个时辰 凌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任何一分一秒都不容浪费 痴痴可凌云欲要避开这金翼飞龙蛇 但那金翼飞龙蛇却根本没有要放过凌云的打算 他双眼心红 撕死地盯着凌云 吐着蛇信子 面目争鸣无比 嫁一煞 那巨大的体型就朝着凌云的身上暴射而来 那一刻 天昏地暗 第994章双拳男敌四手 见到金翼飞龙蛇就这么朝着自己暴射而来 凌云当即就将时空错乱施展而出 让金翼飞龙蛇的攻势彻底落空 凌云并未选择逃走 这金翼飞龙蛇一旦盯上了一个目标 就会致死不渝的追捕 而更重要的是他的速度无比惊人 哪怕是以凌云的速度 都丝毫没有任何把握可以从他面前逃走 既然逃不走 那就直接正面迎击 这金翼飞龙蛇虽然实力强大 但也还没有强大到凌云不可对付的地步 只是需要凌云耗费不少时间罢了 但凌云转念一想 自己或许可以将这金翼飞龙蛇直接收服了 这金翼飞龙蛇本就是这兽王丛林之中的妖兽 到时候让这金翼飞龙蛇成为自己左膀右臂 帮自己办事 那应该也不算破坏大笔规矩 如此一来 这金翼飞龙蛇或许不但没有浪费凌云的时间 接下来或许还可以帮凌云节省不少时间 讲到这里 凌云眼中顿时间金芒闪闪 一股股浓浓的战役便是不断的从她的身上傍驳而起 让她整个人的气势都完全变了 小飞蛇 你就乖乖从了本地吧 凌云也语一笑 这一次主动朝着金翼飞龙蛇冲了上去 要想驯服她 第一步就是先弄清楚这金翼飞龙蛇的实力到底如何 所以凌云只好强招进出 虽然并未将招数施展到极致 但也威势不凡 而在这等交手中 凌云很快就确定 这头金翼飞龙蛇大概就是相当于真武镜四重初期到中期的实力 比纳被震天要强上一些 但比土号又要弱上几分 确定了金翼飞龙蛇的大概实力后 就是要确定她的弱处 于是接下来凌云继续一番试探 一般来说打蛇打七寸 不过凌云却发现这金翼飞龙蛇七寸的位置 并不是她的致命弱点 那里有着厚厚的金色鳞片包裹 一般的攻势根本无法对七寸的位置造成任何影响 所以从这里下手是很难以短时间内将其降服住的 凌云只好将目光放在其余地方 最后在一番试探下 她终于发现这金翼飞龙蛇的听力似乎很不好 战斗过程几乎都是靠她的双眼来判断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点 只要蒙蔽了这金翼飞龙蛇的双眼 对症下药 那这金翼飞龙蛇的战斗力将会大打折扣 到时候就会被凌云处处压制 继而就能够被轻易驯服 说做就做 毫不耽搁 手中的乾坤古剑一阵舞动 一道道剑光不断地在四周闪烁而出 这些剑光欲发璀璨 都不是为了对付金翼飞龙蛇 而仅仅只是为了让这金翼飞龙蛇的视线模糊而已 随后凌云方才继续施展别的手段 然后不断压制金翼飞龙蛇 不得不说 五者之间的交手 任何一丁点耳的缺陷 都能够无限放大 这金翼飞龙蛇就是如此 被凌云抓住了缺陷 然后利用这个缺陷来不断地拉大凌云和这金翼飞龙蛇之间的差距 继而让其在凌云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就这样 凌云跟这金翼飞龙蛇周旋了一阵子后 终于是找到了驯服的绝佳机会 玉兽觉 给我驯服 凌云抓住时机 驯即出手 果然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后 刚刚还暴动不安的金翼飞龙蛇就突然之间安静了下来 之前那双眼睛看向凌云的时候心红不已 此刻也已经平静如水了 随即更是用一种虔诚的目光望着凌云 仿若一副会言听计从的样子 毫无疑问 一切都在凌云的掌控之中 他成功地驯服了这头金翼飞龙蛇 让其成为了自己的受宠 驯服了金翼飞龙蛇后 凌云就立即将其放入了乾坤画卷之中去 然后便是不耽误任何一丁点儿的时间 继续追随着资格令牌的指引 朝着自己令牌印记所在的方向暴力而去 接下来的路上 凌云又遇到了好几头兽王 迟力都要比金翼飞龙蛇要落上几分 凌云都没有避开 他召唤出金翼飞龙蛇来帮助自己制服那些妖兽 然后再利用玉兽诀将其一一给制服了 一路下来 仅仅半个时辰 凌云又收服了四头兽王 从此也可以看出 这兽王从灵之中的兽王当真是不在少数 这半个时辰 凌云也遇到了另外两人 但由于凌云的令牌印记不在他们身上 那两人的印记也不在凌云身上 所以双方都没有发生任何冲突 就全当作没有看见对方 匆匆而过 又过了一小段时间 这一小段时间凌云又遇到了一名素不相识的青年 但这青年却主动地走到凌云面前 跟凌云交好道 凌云兄弟 我听说被震天一直在找土耗的下落 说是要和土耗联手起来一起对付你 所以你最好小心一点 多谢提醒 凌云拱了拱手 发自内心表示感激 被震天之前输给了凌云 所以才来到了败者组 因此他对自己怀恨在心很正常 不过他也明白光靠自己的实力绝对无法对付自己 所以想要联合土耗就更是合情合理了 感激一番那青年后 那青年就匆匆离开了 而凌云也没有管那么多 继续寻找自己的令牌印记 可不久之后 有五道青年却突然围住了凌云 挡住了凌云的去路 这五道青年中有三道是真武镜四重初期舞者 另外两道则是真武镜三重后期舞者 各位我的令牌印记就在这小子身上 其中一名身材像矮冬瓜一般的青年指着凌云道 其余几人的面色都是微微有几分民众 他们自然认识凌云 也见识过凌云的实力 窦童 你确定你的令牌印记真的在他身上 其余四人中有一名青年有几分忌惮的问道 当然 我说你们怕什么 我们这么多人 他就算有点实力 那也双拳难敌四手 更何况 我们之前结盟的时候就说好了 要互相帮忙 一起合作帮找回大家的令牌印记 你们不会现在就严而无信 临震托 逃吧 那被称之为斗童的人力极道 他心底其实也有一点忌待凌云 可他的令牌印记就在凌云身上 他要想进入四大超级宗门 就必须要斩杀凌云将印记拿回来 因此 他省下心来 让自己心中的忌惮强行镇压了下去 然后铁了心一定要将他的令牌印记从凌云手中抢过来 第995章 人生处处有惊喜 其余四人听见窦童的话 都是点了点头 他们五人实力都不弱 若是一起对凌云动手 凌云还真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 不想死的话就都给我滚开 凌云直接冷猛地丢出一句话 如若这几人非要不识去 那凌云绝对不会跟他们客气 一起动手 上 带来自于四大超级宗门的诱惑 还是让窦童不再多想 对着其余四人低喝一声 五人就一起朝着凌云杀了上来 自寻死路 凌云眉头一紧 直接将刚刚驯服的五头兽王给召唤了出来 当五头兽王出现 窦童等五人直接傻眼了 这这是怎么回事 五人的杀招都是戛然而止 身子也全都停了下来 眼中全都是流露出了不可思议的目光 窦童更是瞠目结舌 他他能够遇受 快逃 也不知道谁喊了两声 五个人几乎同时一轰而散 全都仓皇而逃 以自己最快的速度四散而去 见状 凌云并未去追赶 他不想浪费时间在这些无谓的人身上 如若这些人敢再来找自己麻烦 那凌云下一次绝对会让他们有来无回 于是 凌云将所有所驯服的兽王再度弄进了乾坤画卷之中 接着继续根据资格令牌的指引寻找自己的令牌印记 功夫不负有心人 半个时辰后 在资牌令牌的指引下 凌云终于是找到了那身怀他令牌印记的人 是一个熟面孔 竟然是被震天 此时的被震天 正跟另一名青年对峙在一起 看样子是被震天的令牌印记 恰好就在那外那名青年身上 只是当凌云的目光落到另外那名青年上时 不由得心头微微一喜 因为让凌云没想到的是 这另一名青年正是自己要找的龙千野 还真是人生处处有惊喜啊 恰一煞 凌云见到被震天和龙千野就已经厮杀在了一起 两人都是强招贫出 虽然被震天在上一轮一队一笔斗中有所受伤 但龙千野受伤更重 而且就算都没有受伤 两人比拼硬实力 龙千野也很难是被震天的对手 所以这等厮杀很快就有了高下之分 龙千野一度处于下风 受死吧 被震天脸上掀起一抹冷笑 拳击手中的黑林花朵就以迅猛无边地朝着龙千野镇压而去 光是那等声势 都已然让龙千野口中喷出了数口鲜血 可想而知那等攻势一旦落到龙千野身上 龙千野不死也会丢掉半条命 但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道圣龙骤然咆哮而来 重重的与被震天的黑林花朵对碰在了一起 将黑林花上的攻势技术震散 从而救了龙千野一命 被震天 听说你想要杀我 现在见到我 你一定很高兴吧 凌云的身子就缓缓从丛林之中走了出来 他的出现让得被震天脸上的笑容瞬间就僵硬了下来 你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微微吃惊被震天面色越发凝重 心底还有一股怒火横生 他已经隐隐间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就为什么会在这里 凌云淡淡一笑 但被震天表情就更加阴沉了 他自然是为了令牌印记追踪到了这里 那凌云被震天没有再往下想 逃这是他现在的第一个念头 以至于他几乎没有任何逗留 身体就化为一溜青烟 消失在了原地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朝着从林深处狂掠而去 之前他输给了凌云 现在又怎可能是凌云的对手 唯有一逃 你以为你逃得了吗 一条巨蛇突然从乾坤画卷之中钻出 快若闪电地朝着被震天冲了上去 仅仅只是几个呼吸之间 巨蛇就挡在了被震天的身前 将其拦了下来 正是金翼飞龙蛇 什么 这是被震天心头猛的一阵 他震惊的不是这金翼飞龙蛇的强大 他震惊的是这金翼飞龙蛇为何会帮助凌云来拦住他 难道他还能够操纵这样一头四肌受亡不成 你不是想着要联合土号一起杀我吗 怎么现在见到我却又怕成这样 莫非你是不想杀我了 凌云的身影随即也出现在了金翼飞龙蛇的身边 让被震天面色一阵青一阵白 而且在那面色之中 还有着一丝丝无法抑制住的畏惧涌出 上一次凌云战胜她的时候所留下的阴影 此刻也全都在她的脑海之中一点点显示了出来 凌云 你一定是弄错了 我何时说过要联合土号一起杀你 被震天连忙狡辩道 但凌云不认为之前那青年会无缘无故地跑过来骗自己 更不相信这被震天真没有想过要联合土号杀自己 哈哈 被震天 你好歹也被称之为九州十大最强青年之一 如今就这么耸了吗 连自己想要做什么都不敢承认 果然是缩头乌龟 凌云冷冷笑了起来 被震天见到凌云这个态度 大概就知道她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 刚刚还心存侥幸的她 此刻立即就硬气了起来 然后用一种威胁的口吻对凌云道 臭小子 就算我想杀你又如何 今日你若是感动我 我可 已很肯定地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俨然 她是想要恐吓住凌云 但凌云却根本不吃这一套 将反凌云脸上挂着的笑容骤然一鸣 那我就看看 以后我会如何后悔 这般说着 凌云身上的气息陡然暴涨 一股杀意便是从她的体内朝涌而出 仿佛就要对被震天动手 将被震天直接斩杀 被震天顿时间心慌意乱 她本来还想着硬气一点 可以让凌云有所忌惮 但却没想到更加激怒了凌云 她知道凌云是铁定不会放过她了 既然如此 那就殊死一搏 这一煞 被震天手中再度拿出了她那朵诡异气息的黑色花朵 随着被震天往其中注入凌厉的凌厉 那朵黑色花朵陡然之间体型暴涨 最后如同一朵巨大的阴云一般挡在了被震天的身前 黑灵花 黑灵线 黑灵花 花五百日红 被震天这一刻直接将她最强的手段全都施展了出来 她要出其不意 给予凌云致命袭击 第996章 想救奥风原领就跟我来 看此刻的凌云早有警觉 早在被震天出手的那一刻 她的身子就以惊爆退而去 同时让金翼飞龙蛇好好招呼被震天 痴痴 金翼飞龙蛇蛇为猛的横扫 如同千斤重锤一般重重的抨击在了那等黑灵花朵上 空猛龙 两道攻势在空中凶猛碰撞 令人头皮发麻的惊天巨想席卷八方 一股可怕的能量风暴从碰撞处不断席卷开来 可被震天实力根本无法跟金翼飞龙蛇相提并论 此番交碰之后 被震天的攻势瞬间荡然无存 她和金翼飞龙蛇的身子都是同时暴退 只是金翼飞龙蛇只是倒退了十几米 而被震天却倒飞出去了数十米 然而 就在被震天倒飞出去的那一刹那 凌云看准时机动手了 一剑斩出 剑荡四方 乾坤古剑夹杂着雷之傲义的雷霆之威 以一种十分刁钻的角度 刺入了被震天的胸膛 让被震天的身子陡然一阵僵硬 然后直直地从半空之中掉落而下 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之上 将地面都砸出了一个深坑 点 你只说了一个字 被震天就这么一命呼呼 与此同时 一道光芒从他的身上暴射而出 凌云仰手一抓 那一道光芒便是落入了他的手中 毫无疑问 这道光芒正是凌云的令牌印记 凌云立即将自己的资格令牌也拿了出来 那道印记就迅疾窜入了资格令牌之中 让得凌云的资格令牌再度被激活 凌云利用吞天熔炉将被震天的尸体彻底炼化吸收 然后方才回到龙千野的位置 扑扑 龙千野一只脚半跪在地上 嘴里再度喷出几口心红的鲜血 面色也一下子憔悴了不少 但他此刻仍旧有几分警觉地望着凌云 一副不让凌云有任何靠近他的机会 我对你并无恶意 凌云收敛身上的气息 一边往龙千野靠近过去 一边淡淡地道 企图跟着龙千野沟通一二 但龙千野已经不认识他 也没有了正常的心智 见到凌云靠近 他不顾自己的身体 猛地弹跳而起 一道掌印就迅猛地朝着凌云身上拍了下来 无可奈何 凌云只好出手与之对抗 随后再找到机会将其直接打昏了 龙千野陷入昏迷 凌云当即施展了静魔九诀 随着凌云口诀默念和手印翻转 一道道净化之力便是从凌云的眉心中的浮魔被碎片上涌荡而出 随即作用在了龙千野的身上 在静魔九诀的净化之下 神魔气息被一点点净化 凌云却明显能够察觉出自己所施展的净化之力又在不断提升 可龙千野被神魔气息侵蚀得更加严重了 即使凌云的净化之力再度有所提升 却也依旧只能够将其体内的一小部分神魔气息净化了而已 大约一个时辰左右 龙千野身上的神魔气息和杀戮气息终于是明显少了一些 昏迷的龙千野也慢慢地清醒了过来 只是一清醒过来 龙千野身子就暴退而去 立即跟凌云拉开了距离 那望向凌云的眼神还是充满了陌生 但这一次他并未对凌云大打出手 而是转身就朝着后方的丛林狂奔而去 凌云并没有去追赶 龙千野不但没有认出他来 如今似乎还对他产生了一些抵触心理 就算追上去也于事无补 反正现在已经帮龙千野进化了一些神魔气息 至少在九州大比上龙千野应该不会因为神魔气息而出什么大问题了 唯一让人担心的就是他现在已经受伤 在这兽王丛林不知是否能够保证自己的性命安全 但有些事情必须还是要龙千野自己去面对的 凌云也不可能像个保姆一样一直庇护在他左右 也就不再多想 目前距离这一次丛林试炼只剩下最后不足一个时辰的时间了 凌云打算直接前往丛林的中央区域 在路上顺便打听一下看有没有澳丰元岭的消息 当然在前往中央区域的路上 凌云但凡遇到任何兽王都会直接将其驯服 于是在接下来半个时辰中 凌云又再度驯服了五头兽王 此时的他已经一共驯服了十头兽王 半个时辰后凌云已经抵达了丛林的中央区域 突然一到青年身影出现在了凌云身前 想要救澳丰元岭就跟我来 那青年一见到凌云就冷冷地对凌云道 救澳丰元岭这几个字眼让凌云心神一下子就紧了下来 凌云突然有了一种不妙的感觉 澳丰元岭怎么样了 凌云神色瞬间就严肃了下来 跟我走就是了哪那么多屁话 那青年不耐烦地道 可话还未落音 啪一道清脆的声音就陡然响起 凌云的一巴掌直接招呼到了那名青年身上 让那青年半边脸直接肿成了包子状 说一个字从凌云牙缝中挤出来 让那青年吓了一大跳 你你难道不想救澳丰元岭呢 那青年义愤填膺 啪到底说不说 再不说就要你命 又是一巴掌扇在了青年另外半张脸 将青年在凌云面前竟然毫无反抗之力 眼睁睁地被善得要面目全非了 同时凌云身上一股杀意腾腾涌出 让青年不寒而颤 这一刻那青年再也硬气不起来了 特别是感受到凌云身上的杀意 他当即就颤颤微微地道 是是土豪抓了奥丰元岭 土豪让我们好些人跟他联盟起来 他会帮我们夺回属于我们令牌印记 而我们则要帮他将你引过去 然后一起趁机将你和奥丰元岭一起给杀了 土豪 凌云双拳紧握 脸上怒意大掌 杀意更是抱勇而起 奥丰元岭落到他手中 绝对凶多吉少 土豪之前那般信誓淡淡 凌云还以为他胸有成竹 现在看来 那土豪并没有表面上那么自信 否则也不会惧怕凌云 从而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跟自己决一死战 那青年说完后 以为凌云会立即逃走 毕竟若是不逃 绝对会性命不保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凌云不但没有丝毫要逃走的意思 相反还对他怒喝道 马上带我过去 敢对我身边人动手的人 通通都得死 那青年愣了愣 被凌云身上那股一往无前的气势给震慑了一下 随后丝毫不敢怠慢 就急匆匆地带领凌云朝着土豪等人所在的位置赶了过去 第997章给他们一个活着的机会 寿王丛林 中央区域 一处空地之上 此时正有着十多人盘腿坐着 在众人中间的一棵大树上 此时正绑着一人 如若凌云在此 一眼就可以认出此人 他就是傲丰元岭 此时的傲丰元岭 面色略显憔悴身上也有不少伤痕 儼然受了不轻的伤 土豪 没想到你竟然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来跟凌云兄弟决一死战 看来哪怕你到了真武进四重中期 你的心中也同样还是觉得自己比二重后期的凌云兄弟矮了一半截 我真替你感到悲哀 华丰元岭毫不畏惧地笑道 你给我闭嘴 土豪面色阴冷地喝道 哈哈 让我闭嘴 看来是真的被我说到了心坎里 说到了你的痛处了 所以你就恼羞成怒 光是这一点 你就跟凌云兄弟差了十万八千里 华丰元岭继续笑道 再不闭嘴 我现在就杀了你 土豪气急败坏 华丰元岭的话确实就是他的痛处 一下就点燃他心中的怒火 哪怕他现在突破到了真武进四重中期 竟然都没有十足地把握对付凌云 这一点让他非常不爽 杀了我 你若是想要杀了我 你早就杀了 还会等到现在吗 你不就是知道自己不是凌云兄弟的对手 所以才特意抓了我 想要让我来牵制住凌云兄弟吗 然后又急起了这么多人来对付凌云兄弟吗 你跟凌云兄弟相比 连给他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华丰元岭继续冷嘲热讽的笑道 如若凌云和问止函在此 都一定会惊讶 因为奥丰元岭平时向来寡言少语 很少会说这么多话 华丰元岭的话 却让土豪更加气愤不已了 你别以为我不会真的杀你 土豪身体猛的站了起来 双眼喷火 重重的一拳就直接砸在了奥丰元岭的腹部 让奥丰元岭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 哈哈 杀我 那你倒是杀啊 我就怕你没这个胆子 奥丰元岭大笑了起来 他知道凌云一定会来救自己 一定会来找土豪报仇 但如今土豪及其了这么多人在这里 凌云一旦前来 恐怕真的会凶多吉少 如若现在土豪真的杀了自己 凌云就算到来 也不会因为顾及自己的性命而畏守畏教 这土豪也没法拿自己威胁凌云 不失为一种帮助凌云的办法 只是家族振兴之事尚未完成 却海参仇还没有得报 暴风源岭心中多少有些不甘心罢了 妈的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等你死后 我照样可以让凌云那个砸碎下去陪你 土豪所有的气氛在这一刻都转变成了杀戮 当即手掌一番 一道凌厉的掌印便是在他身前凝成 然后就要视如破竹地朝着 奥丰元岭的脑袋砸下去 一旦轰到奥丰元岭的脑袋上 奥丰元岭绝对毫无生还的可能 甚至这一刻就连奥丰元岭自己都已经闭上了双眼 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也就在这时 给我助手 一道熟悉的声音在奥丰元岭和土豪耳边响起 光是听见这声音 他们两人都知道是谁来了 正是凌云 果然 当奥丰元岭和土豪朝着声音的来源方向望过去 就见到凌云气势汹汹地映入了他们的眼眸之中 土豪 你这是在找死 怒吼声从凌云口中爆出 恍若惊雷滚滚一般炸起 无尽的怒火和杀意 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席卷开来 也就在这等气势下 那带着凌云来此的青年怦然倒了下去 所有人就见到 那青年的胸口不知何时 已经被凌云的乾坤骨剑给贯穿了 随后那青年的尸体又在凌云身上涌动而出的一股怪异气势下直接化为了干湿 就仿佛他身上的晶圆全都被凌云吸干了一般 周围其余人都是面露一丝距异 唯有土豪保持着镇定 脸上还掀起了一抹得意的冷笑 没想到你小子真的敢来送死 但你来到了这里 那你就永远别想活着离开 凌云并未搭理土豪 而是转而看向周围其余十来人 这些人见到凌云那犀利的目光 都是忍不住内心打颤 那种感觉就仿若自己顷刻兼被毒蛇盯上了一样 心中骇然无比 你们是不是真的也想跟土豪一起跟我作对 如若不是那就马上滚蛋 如若是的话那你们就等着给土豪陪葬吧 赤死是活你们自己选择 淋于声音嘹亮话语席人 让所有人脸上的畏惧之色更加浓郁几分 这种人面面相去眼中已经纷纷流露出了一丝退缩之意 土豪见状 立即吼道 区区真武进二重后期的小子有什么好怕的 哈哈 土豪 有本事你也别怕 如若你不怕的话 又何必在意他们走还是不走 说到底 还是你自己怕 所以想要借助其余人的力量一起对付凌云兄弟 暴风原领继续讥笑了起来 其余人都认为澳风原领说的很有道理 如若土豪真有自信可以对付凌云 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帮忙了 连土豪都没有把握 他们如若真的留下来 会不会真的就是在找死 放心 我并非不是没有把握 只是大家一起动手 更有把握罢了 没有人希望是初变故 我土豪办事向来比较沉稳 有我在这里 还有这澳风原领在我们手上 凌云这杂碎能翻起什么浪花 土豪狡辩道 他的话又让军心稳定了下来 有澳风原领在手中 凌云还不得乖乖就范 更何况 你们别忘了我们之前结盟的时候 我说过的话 结盟的时候 土豪就说过 任何人如若违背他 那他不但会让其死无葬身之地 还会让他们的家族遭殃 他们都知道 土豪有这个能力 以至于众人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则则 这么说你们就是都要留下来送死 罢了 那今日 我就一并送你们上西天 凌云并不在意他们走还是不走 他只是给他们一个活着的机会罢了 但这些人既然不珍惜 那凌云就更不会帮他们珍惜他们的性命了 该杀就杀 该斩就斩 绝不含糊 臭小子 少在这里装枪做事 我风原领在我手中 莫非你想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我手中吗 现在马上给我乖乖跪下磕头叫爷爷 然后再自费修为 土豪不可一世地喝道 第998章孤身一人 听见土豪的话 凌云只觉得好笑 至到如今 却还真的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那凌云注定要让其美梦化为泡影 好一个大逆不道的孙子 竟然叫你爷爷我给你下跪 爷爷我没有你这不肖子孙 去死吧 凌云痴笑一声 说话之间 他已经将那龟壳宝器给亮了出来 龟壳突兀地悬浮在土豪和傲丰园岭的头顶 一股浓浓的重力便是作用在了两人身上 土豪眉头一紧 砸碎 看来你是真的想要看着你这个兄弟死在你的面前 既然如此 那我就成全你 说完 土豪就蓄势一掌 朝着奥丰园岭拍了下去 但此时在龟壳的重力之下 他的动作迟缓了很多 以至于这掌印拍下去的速度缓慢无比 也就趁着这点时间 施展出裂变千顺步和风之奥义的凌云 就在转瞬间已经到达了奥丰园岭的身前 一道雷光漫步的拳头就与土豪的掌印重重的轰击在了一起 碰碰 拳掌相碰 沉稳之声骤然乍响 一番碰撞 土豪和凌云的身体都是倒退了树部 但同时龟壳的龟旋绞杀之力在龟壳所笼罩的区域内席卷开来 汹涌澎湃地作用在了土豪身上 让土豪心神猛然大震 遂操纵身子退出了龟壳所笼罩的区域 见状 凌云立即给奥丰园岭松绑 同时迅疾将龟壳收回 以免那等重力和龟旋绞杀之力会伤及奥丰园岭 奥丰园岭 你先进入我的乾坤画卷之中去养伤 这些人交给我就好 对了 你找到你的令牌印记了吗 奥丰园岭已经受了一些伤 虽然没有伤及性命 但是战斗力却已经大打折扣 而且对付面前这些人 还不需要奥丰园岭动手 所以凌云就让其进入乾坤画卷中去疗伤 至于询问奥丰园岭的令牌印记 也是为了看奥丰园岭是不是已经具备了通过这一轮丛林试炼的条件 如若他没有找到 那凌云接下来还要抽出时间帮他一起寻找他的令牌印记 凌云 我已经找到了我的令牌印记 不过还没有得到手 我的令牌已经就在那名叫做卢盛的人身上 之前也正是跟他打斗的时候 被土耗他们抓住了 此人是封灵州的人 他说封灵州的皇室已经给他传音 一定要他为封灵州的太子殿下 也就是你之前所斩杀的那个叫做楚慕的家伙报仇 只要能够杀了你就能够获得丰厚的报仇 所以他跟土耗很快就勾结 在了一起 奥风元凌指着土耗身边不远处一名尖嘴猴腮的青年身上 此时那青年看向凌云确实充满了杀意 凌云注意到他身上的武道气息 应该比被震天要差那么一点点 但相差也多不到哪里去 放心 等一会儿 我会帮你将你的令牌印记拿回来 凌云信誓旦旦旦旦旦就让奥风元凌进入了乾坤画卷中 自己独自面对所有人但他表情从容淡然 似乎丝毫没有将土耗等人放在眼里 这让土耗等人更是气差 土耗虽然冷笑了起来 哈哈不得不说 我确实佩服你的勇气 死到临头竟然还能够如此从容淡定 凌云回忆冷笑 哈哈我更配合你的愚蠢 死到临头还浑然不知 哼那就让我看一看你孤身一人到底能够拿什么跟我们这么多人斗 所有人一起上将此字就地斩杀 只要将他斩杀 他身上的那些宝物就都是你们的了 土耗对所有人命令道 其余人既然选择留下来 既然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弄死临云了 于是一个个都是气焰大涨 纷纷对临云流露出了杀意 我孤身一人我确实只是一个人 但并不代表我孤身 今日就让你们好好尝尝见十八 凌云露出狡黠的目光 他的话让土耗等所有人都是心头一领 不知所云 装腔作势 土耗撇了撇嘴 话还未落音 突然之间一道道庞大的身影就从凌云手中的一幅画卷之中爆裂而出 有恐怖的金翼飞龙蛇 有强大的双头赤燕鹤 有防御力极强的龟甲灵虫 等等 一共十头兽王 竟然十头都是大概相当于真武镜四重初期舞者的三阶巅峰兽王或者四阶兽王 这这是怎么回事 土耗等人瞳孔都是忍不住一阵收缩 进入兽王丛林后 他们虽然也遇到过不少兽王 但一次性出现石头而且石头都是如此凶猛万分的场景 还是第一次遇到心中不免有些震动 更让他们心中震动的是这些兽王竟然全都是凌云召唤出来的 这代表什么难道他是一名玉兽师吗 有人戏生戏与地道 但他的话却如同五雷轰顶一般落到周围其余人身上 玉兽师确实只有玉兽师才能够做到如此 可玉兽师何等罕见 能够驯服四阶兽王的玉兽师又是何等强大 这凌云年纪轻轻 怎么可能是一名如此强大的玉兽师 而且更恐怖的是 之前凌云明明已经在练气和舞蹈上都表现出了异于常人的强大天赋 如若他还是玉兽师的话 众人已经联想都不敢想了 大家不要被这表面现象给蒙蔽了 我们一起动手 同心协力其力断金 一定能够将此此彻底抹杀 都别愣着了 现在就直接出手吧 还是土昊最为镇定 他见到这些兽王的刹那 土昊就明白必须要尽快将玉兽解决掉 多拖延一分钟 或许都会多一分变故 于是他继续怂恿众人 杀 其余人受到鼓舞 玉兽就真的跟土昊一起朝着玉兽大打出手 上 凌云下达命令 吼吼吼吼吼 所有兽王都是爆发出阶段的兽吼声 全集石头兽王全都凶神恶煞地暴力而出 势如破竹 声势浩荡 凌云让这石头兽王对付土昊之外的其余人 也让石头兽王不要对那叫做卢胜的青年下死守 将其性命留到最后让奥丰元领来斩杀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那卢胜身上的令牌印记重新回到奥丰元领手中 至于土昊 凌云要自己亲手将其斩杀 第999章在战土昊 吼吼 轰轰 战斗声很快打响 其余人全都和凌云所驯服的兽王厮杀在了一起 凌云目光紧紧地盯着土昊 冤家路窄命归西 今日你我不死不休 话罢 凌云直接冲了上去 真武进二重后期的气息毫无保留地释放而出 但身上的气势却比其余兽王还要更加气势汹涌 这小子 上一次你走了狗屎运跟我打成平手 这一次我必定要你满地找牙 土昊没有退缩 话语之间 他已经拿出了之前从未拿出过的一件地极宝器 那是一把弯刀 弯刀之上寒芒战战 随着他的话语 一刀凌空斩出 轻刻间 一道犀利无比的刀器便是洞穿虚空 然后斜着无尽的杀伐之气 往凌云身上纵横而来 所过之处 风暴骤起 风声鹤唳 很明显 随着土昊从真武进四重初期进升到四重中期 他的战斗力果然又上升了一个等级 那就看看到底谁才能笑到最后 凌云神情骤然一愣 手中已经拿出了乾坤古剑 古剑之上不断传出阵阵剑笑之声 升阵八方 随着他剑光一闪 剑气逆转而出 势如破竹 轰 刀剑相交 震天聚响咒气 空间一阵扭曲 漫天剑气和刀气不但爆裂 将整片虚空都似乎要炸碎一般 该死 一番试探 土昊发现凌云的战斗力竟然也随之增长了不少 这让其面色更加阴寒 手中的弯刀这一次绽放出了五彩刀芒 所有刀芒在空中不断变幻凝聚 美轮美幻 最后在天地之间形成一把巨大的刀影 宛如将天地劈成了两半一样从天斩落 一股纪灭一切的气息笼罩四野 令得天地八方的空气一阵沸腾 这是土昊的另外一套强招 纪灭刀绝 一刀纪灭 一灭苍生 龙武图腾 凌云没有掉以轻心 他并不打算要跟着土昊纠缠太久 所以这一次一出手便是龙武图腾 巨大的龙武图腾在空中凝聚 最后将天地都遮挡住了一般 随即就在凌云的操纵下 龙武图腾以惊人之势 与土昊纳纪灭一刀凶猛碰撞 那一刻 天地轰鸣 万物齐悲 周围陡然之间卷起一股股巨大的龙卷风暴 风暴席卷开来 令得周围树倒石蹦 黄沙漫天 两道公式在空中疯狂侵蚀 什么 土昊面色陡然大变 就可见他的公式在凌云的龙武图腾面前 很快就崩离破碎 化为虚无 与此同时 土昊的身子就重重地倒飞了出去 整整倒飞出去数十米远 方才稳固身子 但此时他身上的气息已经紊乱 俨然龙武图腾对他造成的影响并不小 你小子可恶 土昊咬牙切齿 压制住体内翻滚的气血 整张脸都已经气得要变形了 他没有想到自己突破到真武镜四重中期后 还无法碾压凌云 现在更是被凌云抢占了上风 他怎能够接受这个结果 杀意 继续抱拥 双眼 愈发心红 九阳炉 土昊咬牙切齿 面目争鸣 太阳手一番 手中再度拿出了之前对付凌云 时使用过的那座天极宝器的炉顶 其上依旧气微震震 力量无穷 土昊神情骤人意冷 杀鸡必现 驾一煞 九阳炉便是飞掠上高空 最后在高空之上不断暴涨 仅仅只是眨眼之间 便是暴涨到了数十丈高大 其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黑色气息 这等黑色气息比上一次强了很多 可见随着土昊实力的增长 所施展的这等手段也更加恐怖 黑色气息萦绕天空之上 将整片天空都遮挡住了 土昊同样是伸出一根手指 指尖处 一道小火苗摇摇叶叶 手指猛地往空中一点 那一簇小火苗就仿若是点燃了一桶汽油一般 让九阳炉火焰滔天 周围的黑色气息顷刻间全都化为一片火光 整个天地的空气都仿若被抽空了一般 周围的空间也都变成了火红之色 不一会儿 九阳炉火已经强盛到了极点 然后一如之前 九阳炉突然倾斜开来 就在它倾斜到45度的时候 浓浓的岩浆竟然从炉顶之中倾斜而出 恍若火山爆发一般 所有的岩浆都往凌云身上浇灌而来 这一次 所浇灌而来的岩浆更加凶猛 更加强悍 更加不可一世 土号 上一次你这一招对我毫无用处 这一次 同样如此 不但如此 你也该跟你这九阳炉说再见了 凌云话音如雷 龟壳悬浮在半空之中 强大的重力场让那等朝着自己浇灌而来的岩浆变得缓慢无比 空间扭曲 时空错乱 一如上一次一般令得凌云身体周围变化无穷 让凌云有足够的时间反应 就可见凌云的身子化为一道流光 突然消失在了原地 等土号回过神来 凌云就已经出现在了九阳炉的周围 此时的凌云 左手乾坤古剑 右手圣龙齿 两件天极宝器释放出无尽的锋芒 然后就接连不断地轰击在了那九阳炉上 而且 一如上一次 凌云用两件天极宝器轰砸的地方 证实那九阳炉那一道有着残损的细缝处 由于凌云这一次丝毫没有留守 再加上两件天极宝器的宝器之威 每一次出手 九阳炉上的细缝都是宽上不少 都不等土号反应过来 在凌云接连数次出手之后 九阳炉上的声势陡然之间瞬间消敏 然后整座九阳炉轰的一声 竟然直接在空中爆裂开来 就像是气球爆炸一般 化为一道道碎片从天而降 什么 这怎么可能 九阳炉就这样彻底被凌云给毁掉了 土号做梦都没有想到 心中在抓狂 路火在燃烧 土号 我说过这一次丛林试炼 你有来无回 你以为我凌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凌云目光灼灼的望着土号 脸上挂着淡淡的冷笑 这土号虽然突破到了真武镜四重中期 但他的战斗力却比凌云所想象中的增长的少多了 此刻的他有足够的把握可以直接将其斩杀 听见凌云的话 土号心绪无疑更加暴怒 甚至这一刻整张脸都已经争鸣到了极点 第一千张土号的底牌 在凌云和土号大站在一起的时候 周围丛林中已经又有二十多人围观了过来 这些人之所以来此 大多都是因为他们的令牌印记在土号等其余人身上 他们根据自己资格令牌的指引找了过来 至于剩下的人 则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令牌印记 等待这一次丛林试炼结束 而他们听见这边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打斗声 所以纷纷好奇的靠近过来看个热闹 而当他们见到现场的状况后 所有人都镇住了 卢胜等其余十多人竟然跟石头可怕的兽王战斗在了一起 而且在与那石头兽王的厮杀下 虽然卢胜他们斩杀了其中一头兽王 但卢胜等人的境地更糟糕 有好几人都已经直接惨死在了那兽王之下 其余人也是越发力不从心 但更多人吃惊的无疑还是凌云和土号之间的战斗 特别是凌云所表现出来的战斗力 让他们所有人都是震惊不已 那还是人吗 那简直就是妖孽 明明只是真五进二重后期 却连真五进四重中期的凌云都能够处处压制 简直都不能以常态来看待凌云 对于周围人的围观 土号和凌云自然都明了 但他们都没有在意 土号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 为何他突破到了真五进四重中期 却反而似乎更加不是凌云的对手了 同样是晋升了一个等级 难道凌云低等级的晋升能够比他高等级的晋升后 所提升的实力还要多 这怎么可能 讲不通 真的想不通 但越是想不通 他心中的杀意就越是浓郁 今日不弄死凌云 以后就更加没法弄死他了 凌云今天必须死 凌云 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吗 眼神骤然一冷 土号整个人的气质一下子就变了 变得冷力 变得狂暴 全集仅仅只是一下子的功夫 他整个人的气息就暴涨了三倍 这是他从未使用过的一种秘术 这种秘术可以短时间内增加他的气息 十分强大 他之前从未想过会被凌云逼到这一步 凌云 就算今日我冒着重伤的危险 我也一定要杀了你 哪怕我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排名战 我也定要你碎尸万段 你以为我真的没有底牌 你以为我真的杀不了你 今日我就让你瞧一瞧 我爷爷特意耗费数年时间 才从外面给我找到的一本增弃秘术 在这套秘术面前 我看你还能拿什么跟我抵抗 土号彻底暴怒了 他将自己最大的底牌亮了出来 这套秘术乃窃灵秘术 其实跟灵云的龙暴神通有着几分相似 但这窃灵秘术更加极端 他窃取的是自己体内的灵力和潜能 一旦窃取到一定程度 会让整个身体受到严重损伤 之前土号一直不想使用 就是因为如此 但现在土号就彻底豁出去了 从刚刚和灵云的交手间 他明白自己不使用都不行了 他已经得到了自己的另牌印记 等杀了灵云之后 这丛林试炼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到时候他也取得了参加排名战的资格 就算到时候自己没有多少能力取得更好的名次 但一般到了排位战就等同于踏入了四大超级宗门 等进入四大超级宗门 再想办法调戏自己的身体也并非不可以 嘖嘖 土号 没想到你死到临头还想着富裕顽抗 见到土号突然气息暴增三倍 凌云心头微微紧了紧 但很快他的表情又舒张开来 脸上露出了那副有标志性的风轻云淡笑容 富裕顽抗 这四个字应该放在你身上更适合吧 现在我看你还拿什么跟我横 土号嘴角一撇 气息的增长 让他刚刚丢掉的自信再度找了回来 现在他就是要速战速决 将灵云彻底抹杀 架一煞 他之前拿出的那把弯刀再度出现在了他的手心 紫月弯刀 紫月狂杀 一轮紫色弯月斗人之间在他身前凝成 仅仅只是在虚余之间 浓浓的紫色刀气便是以扇形一般的幅度朝着凌云辐射而去 刀光重重 速度奇快 甚至都已经超越了肉眼可以捉摸的速度 凌云蔑视神谋开启 那道弯月刀光的速度放慢再放慢 剑出游龙 乾坤古剑剑威震震 斜着雷之傲义的雷霆之威 在风之傲义的速度加持之下迎接了上去 这一煞 灵云整个人都恍若化为了一道绚丽的剑光 当乾坤古剑与弯月刀光凶猛碰撞的刹那 两道攻势疯狂侵蚀 但灵云的身子却陡然之间化为一道雷胶 周围的攻势丝毫无法阻挡他的雷胶之体 然后就同一头雷兽一般穿过层层刀光剑波 转瞬间就到达了土昊的身前 恩 土昊眉头一皱 心头微微骇然 当即手中的弯刀就本能地朝着灵云的雷胶之体砍了过去 那一刀砍去 斜着无尽刀光 却落空了 灵云的雷胶之体突然消失在了空中 紧接着进化为一道无形的刀影从天而降 那赫然正是雷胶化影展 如若是在之前 土昊面对灵云这等攻势绝对会有点力不从心 但此刻气息增长三倍的他 各方面都随之增长了不少 他反应极快 手中弯刀抽刀断水一般横扫而出 顿时间千丈一般的刀光就照耀天地 朝着那灵云所画的刀影轰了上去 轰轰 惊天暴响 轰望而起 无尽风暴 狂掠四方 这一瞬 天崩地裂 空间都要被层层震碎了一般 可在这等交手下 灵云的身子却像是被踢飞的足球一般倒飞了出去 最后重重的砸落在地 口中一致不住地突出了两口鲜血 俨然 他低估了土昊 在三倍气息的增加下 土昊的战斗力已经不是现在的灵云可以与之抗衡的了 哪怕现在就是将蒙武图腾再度施展出来 也已经无济于事 土昊这一套手段好霸道 竟然让灵力气息暴增三倍 人以为是灵云会笑到最后 现在看来 笑到最后的人非土昊不可了 灵云在武道和炼器上都是天赋超绝 就这么死在这里也是可惜了 周围众人都认为灵云难逃一死 就这么喝了 地毫 谢谢